看起來牧師比較多票 那我們就是牧師吧 第三場牧師 應該選來棒吧 嗯...其實可以繼續把他放上來 這也太笨了吧 OK 呃...在哪 可以關掉這個 選個牧師 然後把它拉下來一點 升光炸彈 然後是... 咳咳 血旗 山領巨人 升光炸彈是L1 應該是Bomblover 頭彈手 起伏斯基本上跟牧師不大合啊 炸彈手 好 嗯...這應該是Noyotron或者是... 這什麼啊 神聖精神 應該是Noyotron啊 但是基本上會想要打一些 有... 恩 還是會想打一些有機器相關的combo 其實這兩分數很近 不過嘲諷對... 對牧師的應該還蠻不錯的 神聖星星 曬虛...還有大法師 神聖星星 JL1 然後... 這應該是一個兩費手下 石獵血狙怪 應該選石獵血狙 石獵血狙 嗯...這應該選機械combo 然後...之後就 多選點機械手下 至少是一個3費3三有時候是一個3費4四 喔!這個... 老虎超強 怎麼又有小龍鷹啊 上一副來三個小龍鷹 對啊 呃...應該是這個或是這個 沒關係啦...反正... 恩... 應該選擺一隻手 反正用那個就好啦 用鑽石就好啦 我不知道 精神控制 應該精神控制比較好吧 現在才第九章 如果考慮曲線問題的話 應該選 神經 然後... 神經有嘲諷也是我們需要的 喔!所以是神經耶 這竟然只有66分 因為這唯一的 功能就是解大牌而已 恩... 哇!更多頭彈手 我喜歡 我要頭彈手 哇!負7分 恩... 這應該選... 恩... Spatronite吧 鬼靈騎士 可以不要再給我這個奇怪的汗洞洞了嗎 鬼靈騎士也不知道我們現在5費有沒有太高了 恩... 這應該是Shrink Meister 來第二張沉默 恩... ㄟ等一下 不是他 七十二分 這應該是期待有一些痛跟死的combo 那最好是痛 應該治療 哇!可是 第三... 這不知道第幾張5費手下 嘖 呵呵 哇 真的繼續選 我們雖然不希望有太多武費手下 可是我還是建議你選暗靈異者 因為他的價值最高 此話當真 還不 還不過半啦 還不過半是還好 這樣應該要選這個了吧 應該要選神聖 神聖精神了 因為我們的 這個 高生命手下還蠻多的 如果真的很缺兩費的話可以選 不穩定的食屍鬼 哇哦 好吧 當真 看起來他很不喜歡神聖精神 這應該選四費吧 這有什麼這些小 低費手下都很渣渣的 渣渣的 哇 這抽牌 欸 等一下 我選錯了 他是有多麼不喜歡這個 呵呵呵 這樣一定是Stormwing啦 因為Stormwing那還比 那個Commando還 還好 因為我們母費太多 Attrition Deck 是怎樣劍招拆招嗎 現在有 其實有四個兩費手下 可是只有一個是三二的兩費手下 這應該是選 正元素盾 應該不大會選Force Tank 吧 正元素盾 因為我們 需要前期可以出的牌 該選 蜘蛛坦克 我們只有 喔 而且我們需要機械跟他搭配 其實這盤牌還不錯 蜘蛛坦克 呃 這應該是Tone吧 或者是選這個兩費機械 不過我覺得Tone應該比較強 Tone 嗯 到底是Tone還是微型機器人呢 微型機器人的話就是跟 這個 Tinker Town搭配 這應該是選Harvest Golem 因為它是 兩個機械 不過有可能選死 我記得這 這一個 這個系統他很喜歡選死 看一下他 比較想要選死 還是比較想要選 Harvest Golem 呵呵 這兩個分數很近 選死的話主要是打 打一些後期的手下 可是有時候 如果遇到一些奇怪的快攻的話 你死是完全出不出來的 這應該是選Injure Blade 因為他 他配上英雄能力是一個 D5 呃 T5的 血人 而且還可以治療成長 他超喜歡選黑暗教徒 應該是選黑暗教徒 而且我們兩費基本上還蠻夠的 黑暗教徒 嗯 這個搞不好會選這個 秘法 啊 密法免疫的 不是 魔法秘 欸 不是這張 搞不好會選這個 這到底叫什麼 不發法處的這個嘲諷 哼 I can not live fire 哼 因為他一方面是機械 然後一方面又是一個自費的手下 基本上打 打一點機械的搭配 這應該選這張吧 一個正常的兩費手下 因為我們沒有廢人祝福 沒有廢人祝福的話 以廢手下相對就沒有這麼強 OK 一個正常的那兩費手下 哇 現在有點 其實有點需要一個七費手下 所以是 應該這兩個在決 應該是這個或是這個 可是這個跟牧師也沒有特別 也不是很搭啊 因為他血量有點太少 我還是選他欸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大怪 OK 而且我們兩費應該已經夠了 是應該選Mag Warper 主要是因為 各種機械combo 機械combo 恩 應該選一個三費的 熊蠻憨兒 其實可以考慮選Holy Smite 解決一些危機的狀況 可是應該巨魔蠻族比較好 WOW 真假的 因為我們三費太多了嗎 還是他 他應該是怕 我們 應該是我們四費太少 喔 不是不行 這應該選77 或者是 或者是抽牌 呵呵 越來越到後面越難選 應該選77吧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大怪的話 英雄能力沒有用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 如果沒有抽牌的話 我們現在應該是完全沒有抽牌的狀況 各種尷尬 這應該再選一張聖光層級 因為四費太少 一張聖光層級 恩 這裡可以考慮選阿曼妮 怎麼了喔 遠古遺物 應該選四費吧 WOW 真的假的 他真的很不喜歡Silver Moon Shrink my side Scalcologist 我先去攻 哼 哇這還蠻爛的 應該是 女教室吧 女教室跟那個 血之小鬼有點像 欸 對面如果不是法師之類的話 兩個魔法憨兒 兩個魔法憨兒 好吧 看他怎麼說 呵呵呵 他... 精良精良 幾號要出去玩 我4月1號出去玩阿 Mouse over 中文 整個武士 我沒有 我在專心選牌喔 真是的 我們的 我們有5張機械 這應該主要都是機械combo 然後一些 痛跟死之類的 有些治療的combo 中速的牧師 中速的牧師 很怕tempo 這分數都六十幾分 對啊 這都六十幾分 哦 天啊 連電腦都知道我選的牌不是很好阿 這支牌尷尬的就在於 我們六費沒有手下 然後我們四費手下又只有三張 所以代表我們T4的時候 大概只會 出一個兩費 兩個兩費手下 或是出一個三費 一個一個一個一費的東西 然後這兩種狀況都不是很好 五費是稍微偏高阿 所以我們其實有錢幣的話 如果後手的話 這一副的勝率也會 提高蠻多的 因為我們可以利用錢幣來 讓我們曲線比較順 又是後手跟先手 可是這一副的兩費比較多 所以 應該 T2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卡手 不過不是聖騎 因為聖騎如果卡手的話 只好可以放一個1.1 我們卡手就只能治療自己的臉了 Mouse Over 我不知道Mouse Over的意思阿 老鼠結束 靠近RB 留一個兩費吧 免到時候沒有兩費 兩費都來了 喔應該留個4費才對 應該留那個4費 因為我的4費才是真正稀少的資源阿 他有錢幣,所以我可以先出這個來克制他的 錢幣,這是什麼洞洞 是他有魚人喔 當真有魚人 當真這麼久 特洛格不笨 逃滿牙 啊 這我不是野獸 所以我現在有 我可以撞進去治療 或是我可以出他,然後把他變小,然後撞進去免費換掉 應該先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馬聖光層級留著,第四輪很可能要用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是 所以是 看起來是新手啊,我們對他友善一點 並且稱讚他 他會覺得我在嘲諷啊,到底怎麼展現我對新手友好呢 這問題好難 這問題好難 我牌燒得還蠻快的 就搞不好他不是新手啊,所以我只能展現我好而已 搞不好他只是選一副超爛牌 不小心選到一副超爛牌,然後又超級卡手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應該說我應該尊重他想跟我玩競技場的權利 好像講得有點太高尚了 更多秘密 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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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我不在亞服的感覺啊 這感覺真好 這16 16 是 因為這個生命比較多 現在帶少數怕的東西爆裂射擊 一剩 對新手友好 對新手友好 所以會撤回 把鼠標停在這張卡上就會對 該玩家對你造成一點傷害 Auto Packer 這什麼鬼啊 Auto Packer 這是被刪掉的牌嗎 這是被刪掉的牌 為什麼你會看被刪掉的牌 應該是 對啊 滑鼠不小心停到 他上面就會對對手 等一下我做什麼事情 我有換牌嗎 我是無腦換牌啊 我都忘記我到底做什麼事 我是把四張全部打X然後換掉 三張 瞬間記憶產生一段空白 有人在討論看不懂 喔 就是 你這樣隨便亂動滑鼠的時候 動到那上面 他就會對你英雄造成一點傷害 WTF 這邊是牧師 他用錢幣出一個 哇 這是我兩張最大的牌 現在不出的話 只有可能會被制裁 因為我等下出三費 的手下之後 他如果這兩張可以把我三費解掉 我就會很痛苦 哇 裸下Shrink Meister 這 怎麼有各種卡手 我到底有沒有換牌啊 為什麼腦中突然出現一片記憶的空白 老天啊 你又被 旋終了 你竟然被 飛了 旋終了 啊 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你要被菲倫選中 那我只能出他啦 然後期待我抽到一張純牌 天啊 我手牌好卡啊 熱遊戲能玩 欸 頭彈手 還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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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張 我們手牌數量一樣多 還有救 希望他後期無力啊 他後期無力我還有救 呃 我等一下應該要 呃 印出這個七費手下 因為 痛跟星空我寧願 呃 死跟星空我寧願被死 可是被死的話 這局一樣很危險 難以抉擇啊 還是我應該一直狂撲場撲到他把兩張 噴星空出來或是沒有手牌 好煩欸 他如果偷到這張或是這張我就輸了 他偷到這張我也差不多輸了 他偷到這張 也是差不多狀況 而且我現在沒有辦法直接把這張解掉 噢 噢 噢 天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換 換牌之後沒有兩張手下 剛剛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是直接點確定嗎 我是完全沒有換牌 對面陷入藏烤 這代表他應該沒有死 或是他媽媽叫他去吃飯 你媽叫我去吃飯 看 真的被媽媽叫去吃飯 這完全沒有動作欸 他有在指我的手下 剛剛真的被媽媽叫去吃飯 還是半夜偷完電腦被抓到 別怪我喔 孩子 我現在其實不能治療他 因為 他如果可以把他偷走 欸他現在也不能 他現在可以痛啊 被痛的話就有點虧 他現在慌滿的 急著要出牌 來 OK 金人龍 這局勢就整個逆轉了 在想要防什麼東西 如果出這個的話可以防 呃 聖光炸彈 對手讓了我一輪啊 你又被叫去吃飯了嗎 又被叫去吃飯了嗎 蛤 可是在偷完啊 別再偷完啦 該睡覺偷就要睡覺 喔 又在看牌 整個燒線 偷時間流派欸 他剛剛兵有優勢啊 他剛剛兵有優勢啊 又使出了他 第一張牌 感有神聖星星 Dragno Stupid Shrinkmeister 嗯 嗯 好像有差嗎 呃一個是三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 如果說這個補進 補了之後撞他 他是一個四二 然後他就會死 所以只能這樣撞而已 所以只能這樣撞而已 他可能有心痛或是死 不過只好我就可以打他臉7D啊 然後等一下應該建立 這個手 這兩個手下之類的 這個手下搭配他的話 撞他不會馬上死去 不過這隻我也不能治療他 因為他不能被英雄能力指定 哇 各種拖啊 在打囉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呵 各種拖啊 我來喝個水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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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燒謝了啦 為什麼不用清淨的中文介面和語音啊 因為我最近在用這個 國外的選牌網站 然後他需要輸入英文來選牌 然後因為對英文不太熟悉 所以有需要使用這個 英文的語音 哼哼 哇沒有馬上燒耶 蛤 沒有馬上燒 喔有馬上燒 對面放棄啦 應該不是說 應該說 頭奔囉的懷抱 呵呵 感覺我被塞了兩勝 嗯 硬塞給我兩勝是吧 哼 我今天用 是喔 不錯啊 哼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最近選牌運不是很好 哼 哼 哼 剛剛選了一副 聖騎 然後 整場只有 整場 我只有選到三個兩費手下 然後 整場好像也只有出現四次兩費手下 四次還是 應該只有五次啦 可是有一次跟奉獻擺在一起 你一定是選 另一個 對面是德魯伊耶 對 德魯伊應該也是比較容易贏的 我比較容易贏的種族 我可以用錢幣出這個 假貨 或是用錢幣出他 哇 圍三的四費手下 他這裡解法只有一種 就是憤怒 他沒有憤怒的話基本上解不掉 除非他現在噴這兩話 這也是一招啦 可是只要看運氣 可以 這樣 這樣偷一顆水晶 可能就 可以 讓這一局賭定了 他這裡只要標出一個 四次的巨魔 他就會爆炸啊 應該啦 這樣有點怕奉獻 可是打他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等一下會把血補賣 有回擊嗎 現在抽到巨魔 OK 3-6的 神經 這他還蠻給力的 他要上到兩個重要的人 只是他有可能會穿過我的嘲諷 怒灰 這樣他還解不掉這一隻 嘖 可是我這裡 應該不能治療他了吧 也不是不行啊 治療他好了 因為反正我第五輪應該 第六輪應該也是出一個無費的手下 那我可能會需要這個嘲諷 因為我的 手牌現在很少 所以我不太希望他免費賺一些我的手牌 在治療他變成五點功 五點生命 要出他嗎 好 出他的話 如果配上一些AOE反而會給對面 給對面機會 先出好了 他需要第二張揮擊 把揮擊 給我一個揮擊 3-3 嘖 這很容易失控 小狗 等一下他出兩張牌是非常簡單的 喔沒有治療 問題是他 他如果出三張的話 我這隻就沒有辦法換掉這隻 只能希望他沒有辦法出三張 他現在出樹的話我也沒有辦法對死他 Yeah birthday 謝謝你的follow 啟動揮擊 對啊啟動揮擊也可以解 可是啟動揮擊解的話也是挺浪費的 25 這個撞其實不值得 兇滿 喔喔這兇滿還蠻好的 痾這兇滿可能我會爆 呵呵呵 這點數盾 感覺要爆啦 這嘲諷還可以 怒彈9滴 遇上 哇靠 呵呵呵 要怎麼講呢 這副牌真的 真的不好 呵呵 開始了 就真的 就算生了 加這個 等下